这样行不行啊 小伙子啊 行不行 行不行 大家好 我是小六 我们今天要进去 参加十三妹的婚礼 秋泽之前给我送了一套洞服 当时说我觉得这个洞服是不是 缺一条裤子来背呢 然后穿一条短裤嘛 我去那个 十三妹的旧兄小店那里去看看 六嫂也想订一套洞服 也想要是吧 我们去看一看 你要不要 不是的话我们就给他们订几趟 然后我看看有没有搭配这个衣服的裤子 这个就配长裤子 不知道是配长裤还是配短 短裤不知道行不行 就是这里的 老板不就这里了 老板 等一下又来了 还要多久 二十五公斤 二十五公斤 那么久啊 我给老板打个电话 看看他能不能快点过来 因为有点赶时间 等一下我们就进去 十三妹家 然后是开那个 他们家的烟鱼 等着我们进去 这个是我拿过来的 这个是我拿过来的 他想配过去 等一下以为我说 我在这里拿了就拿掉了 哈哈 不过他这个店主呢 是十三妹的 舅舅 舅舅 我听十三妹说是舅舅 应该也知道 哎你好 哎你好 我想来你这里订 订几套洞服 你不在这里 我在你店这里啊 嗯 还要多久 你要多久了 我来到我要进去 谁要卖那里 啊 这么久啊 那有点久哦 那里面要等着我开 开鱼缸哦 嗯 有点太久了 二十分钟 哈哈 那我们先进去吧 等一下再出来吧 那我们先进去 等一下再出来吧 嗯 好啊 老板过来吧 老板好 是他妹的舅舅是吧 那个 我们想订几套那个 洞服 我老婆一套 我女儿一套 这个小孩有何事吗 只有这种背心 没有裤子配吗 是吧 有有那过几过 谢谢 像这样一样吗 来 穿着 这边这边 刚刚好 刚刚做好啊 这样行不行啊 小伙子啊 行不行 行不行 挺好的 帅不帅 跟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说帅不帅 帅 这边你要拿一种布料 就这种又一种 算啊 这种又一种 你看 布料不一样的是吧 布料是不一样 这种 哦 这种可能比较好写 是吧 这一套比较比较 比较柔 比较柔一点 然后我们要这套比较柔一点 像这种布料比较柔的 这个又舒服一点 来看 来 穿穿衣服 这个是条大小的 裤子是吗 这个也挺好看的 对不对 这个也稍微长一点点 这也长一点 又大一点 那就要这套 来 把裤子换一下 帮我女儿量一下 看看她呢 你看我们是 如果说一现场有的话就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就另一套 因为她不光是要 这个节育要穿的 要平常在家 她也可以穿的 对啊 如果说有合适的话 就没有合适 就另一套 另一套 定做 这种 有这种款式 还有这种无好事的 这种款式 这个也合适的穿 合适吗 你试一下 看看 可以看里面试一下 这种款式也可以 可以看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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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喜欢哪个 你还在喜欢黑色的 我以为她喜欢是白色的 那就都这样 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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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能不能 这么黑一穿起来 是会不会像个老太婆 一样 中宫的 这样不是 冻妹 现在变成了冻妹了 你帮她 你帮她 可以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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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介绍她 可以帮她 你的呢 我要硬帮她 我要硬帮她 也跟她一样 也有 我一样黑色 这样的样式都没有了 就有小朋友了 那你又穿不了小朋友了 叫老板 定做一件 我就做一件 你帮她量一下 定定这种 这种好 这种困 从黄文件里点 没关系啊 你等一下 这种啊 这种样式 这个是小朋友砖的 他也没说过 我也不说过 秋子也有一套 在这种啊 嗯 那是 那老板 你帮我算一下 另一套 然后两个小孩 一一套 多少钱 我转给你 我先转给你 等下我回来的时候再过来拿 你转过给我三百块钱 那好 我就转给你拿 去哪里 马呢 在这里 在这里 多了 好了 现在两个小孩都有了 那老婆等下定好了 就过来拿就行了 老板 生意系统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要拿就来帮看 下个视频下去